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熊熊大火漫天黑煙 讓大家全都嚇壞了 這是2018年台中一間加油站 為了避免類似意外再發生 一定要熄火才能加油 而且如果下車時 身上靜電沒消除就拿起油槍 可能也會引燃汽油的毀發氣體 釀成火災 來到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時候 只要像我一樣把手放到這個消除區 我身上的靜電就會被倒到地面下 避免因為人體身上的電氣釀成火災 除了提醒民眾 加油站也都裝有導電系統 能夠把靜電導入地面 但有時防不勝防 如果真的引起火花 加油站員工會馬上拿起滅火氣滅火 不過就算這些措施都做好了 加油站員工也常碰到 讓人無奈的狀況 可能顧客的車輛 他引擎是有一些狀況的 他進來加油站之後 可能引擎是過高 溫度過高 會有冒煙的現象 那這部分我們加油站的員工 如果有發現 他們是不會幫這個車輛加油的 加油站員工會碰上的狀況 真的不少 有時會出現不符安全規定的客人 雖然有權利拒絕加油 但大多時候 只能以柔性勸導為主 甚至會碰到搶劫 加油站的立場是 東西能給對方搶 一切以員工的安全優先 逃跑時盡量記住歹徒長相 就別說還會遇到 不講理的客人 攻擊員工 加油站員工日到突發狀況 只要按下這顆紅色警鈴 就能馬上通報給警察單位 加油站內每一個收費庭 都有這個按鈕 按下後警察通常半小時內 就會出動到現場 加油站會報案 如果員工受傷 也會協助送醫 員工日复一日 堅守崗位 執判民眾能遵照規定 避免又出現公安意外 成為全民惡夢 華視新聞華澳天秋榮慶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各位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